大家辛苦了 黑长发搭配一起黄色肖间长礼服 39岁女星林依晨 顶着艳阳气质参加品牌活动 她去年生下天秤女娃小小林 上个月曝光女儿正脸 虽然脸没有对焦很模糊 但五官脸型被说神似妈妈 就是浓眉大眼的那个感觉啦 我也刻意胡话掉 但就是很喜悦 没关系啦我们还是让她保佑她的隐私 爱女心切的林依晨 鲜少分享育儿日常 首次公开谈论妈妈金 说将满一岁的女儿会说话了 先叫爸爸还是先叫妈妈 慢慢嘛 会用那种很难用的吸管喝水 就是你必须牙齿轻轻咬着 才吸得到水的那种运动水壶 她竟然已经研究出来怎么吸 然后非常得意地看着我 林依晨说女儿占据全部生活 但她甘之如意展现浓浓母爱 而她近期和宅宅周玉明 阮今天主演电影车顶上的玄天上帝 遭委缩模型艺术家郑宏展指控剧组前行 4月的时候就已经拍完了 那现在在后制剪接等等 大概就是明年但不知道明年的什么时候 对我也很期待成品 所以我就不知道了耶 就可能要对啊 电影公司自己可能会去处理 林依晨透露拍摄过程并无异状 清新情形也不知情 对此艺术家郑宏展说 下周一将会和对方律师协调 周围有戏剧作品的林依晨也公布好消息 12月吧 12月会连着两部影集 还有一部电影 同时兼顾演员和母亲身份的林依晨宣布投入戏剧作品 林复平女神重出江湖 粉丝敲碗其带 TVM新闻龙山张启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